当地时间12月4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首场针对总统特朗普弹劾谈查的公开听证会,邀请四名法学教授就弹劾总统的宪法基础作证。 司法委员会也邀请特朗普及其律师出席,但遭到白宫的拒绝。 听证会中,三位著名法学教授参与讨论,认为特朗普寻求外国干预美国选举,以构成可弹劾他的罪行。 不过,唯有共和党 邀请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杜利认为,目前的证据不足以显示特朗普有明确犯罪行为。 2019年8月,美国一名情报界人士匿名检举,特朗普7月在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要求对方调查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及其儿子等。 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9月启动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在超过两个月的调查过程中,民主党人传唤了若干证人提交材料,并进行闭门取证和公开听证。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